舔鸭洗脑,雅虎拍卖饭受众 第一条,为保护援助民族之传统智慧创作,以下简称智慧创作,促进援助民族文化发展,依援助民族基本法第十三条之规定,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,本条例所称主管机关为援助民族委员会 第三条,本条例所称智慧创作,指援助民族传统之宗教技艺,音乐,舞蹈,歌曲,雕塑,编织,图案,服饰,民族技艺或其他文化成果之表达 第四条,智慧创作应经主管机关认定并登记,使受本条例之保护 前项智慧创作之认定标准,由主管机关定之 第五条,主管机关得临聘,派,有关机关人员,专家学者及原住民代表,办理智慧创作之认定及其他法令规定事项,其中原住民代表不得少于两分之一 第六条,智慧创作申请人应被据申请书,说明书,必要图样,照片等相关文件或提供式听创作物,向主管机关申请登记 前项申请人以原住民族或部落为限,并应选任代表人为之,其代表人之选任办法,由主管机关定之 第七条,智慧定为智慧创作者,依下列规定取得智慧创作专用权 一,智慧创作经认定属于申请人者,应准与登记,并自登记之日起,由申请人取得智慧创作专用权 二,智慧创作经认定属于申请人及其他特定援助民族或部落者,自登记之日起,由申请人及其他特定援助民族或部落共同取得智慧创作专用权 三,智慧创作不能认定属于特定援助民族或部落者,应登记为全部援助民族,并自登记之日起,由全部援助民族取得智慧创作专用权 第八条,智慧创作专用权人之名称有变更者,应申请变更登记 第九条,智慧创作,应由主管机关建立登记部并公告之 主管机关一第七条规定认定为智慧创作并准与登记者,应刊登于政府公报,并公开于资讯网络 主管机关应核发智慧创作专用权人证书及认证标记 智慧创作之申请,登记,证书之核发,换发,注销及认证标记之授予,撤销,废止办法,由主管机关定之 第十条,智慧创作专用权,指智慧创作财产权及智慧创作人格权 智慧创作专用权人享有下列智慧创作人格权 一,就其智慧创作专有公开发表之创作人格权 二,就其智慧创作专有表示专用权人名称之创作人格权 三,专有禁止他人以歪曲、割裂、篡改或其他方法改变其智慧创作之内容、形式或明目至损害其名誉之创作人格权 智慧创作专用权人处法律令有规定或契约令有定定外,应以特定民族、部落或全部援助民族名义,专有使用及收益其智慧创作之财产权,并行使前向之权利 原住民就其所属民族、部落或全部援助民族之智慧创作,得使用收益,不受前向及第十四条规定之限制 第十一条,智慧创作专用权不得为让与、设定之权及作为为强制执行之标的 第十二条,智慧创作专用权非经主管机关同意,不得抛弃,抛弃之智慧创作专用权,归属于全部援助民族享有 第十三条,智慧创作专用权人得将智慧创作财产权授权他人使用,其授权使用之地域、时间、内容、使用方式或其他事项 依当事人之约定,其约定不明部分,推定为为授权 智慧创作财产权之专属授权,应由各当事人署名,减负器约获证明文件,向主管机关申请登记,非经登记,不生效力 第一项之授权,不因智慧创作财产权人私后将其智慧创作财产权再为授权而受影响 非专属授权之备授权人,非经智慧创作专用权人同意,不得将其备授与之权力再授权第三人使用 专属授权之备授权人在授权范围内,得以智慧创作专用权人之地位行使权力 智慧创作专用权人及各原住民在专属授权范围内,不得行使权力 第十四条,智慧创作专用权一 第七条第一款或第二款规定为原住民族或部落取得者,其智慧创作之收入,应以原住民族或部落利益为目的,设立共同基金,其收支,保管及运用办法,由主管机关令定之 智慧创作专用权为全部原住民族取得者,其智慧创作专用权之收入,应纳入原住民族综合发展基金,并以促进原住民族或部落文化发展之目的为运用 第十五条,智慧创作专用权,应永久保护之 智慧创作专用权人消失者,其专用权之保护,视同存序,其专用权规属于全部原住民族享有 第十六条,具有下列情形之医者,得使用以公开发表之智慧创作 一,供个人或家庭为非盈利之目的使用者 二,为报道、评论、教育或研究之必要使用者 三,为其他正当之目的,以合理方法使用者 前项之使用,应注明其出处 但依使用之目的及方法,于智慧创作专用权人之利益无损害之余,且不违反社会使用惯例者,不在此线 第十七条,智慧创作专用权人对于侵害其权利者,得请求排除之,有侵害之余者,得请求防止之 第十八条,因故已或过失不法侵害智慧创作专用权者,负损害赔偿责任 数人共同不法侵害者,连带负损害赔偿责任 前项损害赔偿请求权,自请求权人之有损害及赔偿义务人时以起,二年间不行使而消灭,自侵害行为时起,与十年者一同 第十九条,依前条请求损害赔偿时,被害人得依下列各款规定则一计算其损害 一,依民法第216条之规定请求 但被害人不能证明其损害时,得以其利用智慧创作通常可得预期之利益,减除被侵害后行使同一智慧创作所得利益之差额,为其所受损害 二,请求侵害人因侵害行为所得之利益 但侵害人不能证明其成本或必要费用时,以其侵害行为所得之全部收入,为其所得利益 一,前项规定,被害人不易证明其实际损害额者,得请求法院依侵害情结,着定新台币五万元以上三百万元以下损害赔偿 损害行为属故意且情结重大者,得增至新台币六百万元 第二十条,智慧创作专用权受侵害者,得请求销毁侵害智慧创作之物或为其他必要之处置,并得请求将判决书内容全部或以不登载于新闻纸,其费用由侵害人负担 第二十一条,中华民国政府与外国政府签订有关智慧创作保护之条约或协定者,从其规定 第二十二条,本条例之规定,不影响智慧创作专用权人或第三人依其他法律所取得之权益 第二十三条,本条例自公布日施行